来 第一个问题 男的女的 您是男士还是女士 哥哥我跟你这么多年了 就是我跟你感情很深 我也不想在这个地方让你就太难看 女士 所以我给你个建议 比如说她的年龄啊 比如说她的这个体重啊 这些东西都是有效信息 我希望你抓准了这个机会 一定能猜到 女的对吧 对 女士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 年龄是吧 体重是吧 我干嘛要听你的 可以问别的吧 可以啊 可以啊 你想问别的那你就 体重 胖还瘦 体重 有事啊 不是 你一定是想先排出海燕吧 你想想我也不可能没创意啊 对不对啊 那也不一定 那每次节目都让你俩见面啊 那万一谁也来不了 就只能海燕来呢 体型正常吗 体型正常吗 我跟你说 我要是海燕 我都跟你拼了 二百多 二百多 我朋友当中 没有二百多的 海燕也不到二百吧 海燕又胖了 是我的家乡人吗 咱俩是老乡吗 不是 他以为是德德马老师 不是 那我问一个 我平常怎么称呼你啊 姐姐 我姐姐当中真没有二百多的 最后一个了吧 对 最后一个 那你就问问他的年龄吧 你别问了吗 老师 你总打扰我 你这我本来就可以猜到了 年龄 你在内心你一定知道我是善良的 为什么不听你的呢 这就是哥知道我从来不坑人 我可 咱俩可老乡啊 你小心被他给摔坑里啊 哥 我一直用眼睛提示你 非得让我掉进去 那得高兴 咻 咻 这太不诚实了吗 这非要我掉进去 可你不可 哎 你 你认识的歌唱家里头 有年龄很大的吗 有啊 反正我认识好几个 有啊 我告诉你 这个节目真的太真实了 确实是 你猜谁 真是猜 不是假猜 这节目高级就在这 也不会装 你真的装我多着急 我智商有问题了 哎 跟你猜吧 就海燕吧 海燕 海燕 好 那么一号房间中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 你看 谁来了 答错了 有请关木村老师 和郭文玥 有请两位 姐姐 哎呦 你能来一天 你好 我真的你那么忙 哎呦 我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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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了 感动了 哎呦 哎呦 来来来 来呦 来来来 没想到吧 眼泪都快出来了 她被誉为中国最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 她的许多经典作品被大家广为传唱 今日携爱图共同作客你看谁来了 他们与张秋歌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完全没想到吧 节目档次哗就上来了 不是 你怎么就不想想90岁还不得是俩人呢 俩人了 还问了你 我告诉你说什么200多斤 加一块 加一块 对呀 加一块确实200多斤 对呀 加一块确实90岁了 我哪知道俩人啊 那你也没问几个人呢 对呀 就没有想到是我能来吗 我没有想到 那么大叔叔 因为因为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光老师我有时候真的不敢惊动光老师 怎么叫 我那一月混音从北京开车还去呢 那我应该的 上台送花呢 哇 你们看 关键是 又还真是 对呀 呀 关老师你这也太美了啊 那个 关键是我还没认识他的时候 认识他父亲 您唱过爸爸的歌吗 看纳尔松啊 作曲家 内蒙作曲家 我唱的那个歌叫 《阿尔古纳河》 对 阿尔古纳河 很好听啊 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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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阿尔古纳河 流吧 流吧 遥远的阿尔古纳河 哎呀 这歌很早 很多年前了吧 很早 很早 还何代呢 对呀 去年是前年 那个他爸爸 他们那作曲家的那个 音乐会 音乐会 我还去了 可以 唱到这首 《阿尔古纳河》 浩特 去年是前年 前年 前年 对 所以 这个关老师今天来这里啊 不仅仅是 父一辈子一辈的感情 他带了一个学生 叫郭春月啊 然后我采访过他唱得太好了 年轻的女中医 对 我想问一下关老师 今天专门带学生来 什么情况啊 跟秋歌老师有什么关系呢 秋歌介绍的 他认识的我 哦 你说说 说说 是你给介绍的 对对对 他妈妈是我的战友 敏捷 我们特别好的战友 一直说 秋歌你到我家来 我请你吃饭 我们一调剧 那时候我也特别忙 就几次都 都没有赴约啊 有一次我去了 去了之后 他说这是我的女儿 这个 她是中央音乐学院 毕业的是女中音 我本来就喜欢女中音 原因 对 就是因为关老师 我在学校的时候 那时候 我82年 那时候关老师只要 一听到她的歌 我基本是跪着听的 特别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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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妈妈就说 她说我女儿是学女中音的 中央音乐学院的 哎 我说我听一听 我喜欢听女中音 她这样一唱 真的 把你给震到了 我真的 我因为我毕竟是 我父亲是作曲家 我弟弟 我妹妹都是 都是 搞音乐的 这音乐是家 我过去还是独唱演员的 我说我对音乐很敏感 就听到之后 我就知道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 哎呦 我一听着孩子 我一说 她天天就在家 每天就听音乐 也不出去 任何活动也没有 然后我说 你这扇门 我给你打开 我听着特别好 我说你这样 我说 关孟村老师 是我特别好的姐姐 我们是铁哥们 特别好 我说我给你介绍 关老师怎么样 他就这样的 那时候都大惊小怪的 真的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想见着关老师 都见不到 哎呦真的张老师 你真能 第二天 当时我打完 我说姐夫想你了 到我家来吃顿饭吧 我们在一起聚聚 好啊好啊 姐姐先叫过来再说 对啊 你当时是用过策略是吧 有目的 不是我没那么事故是吧 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 我来做节目 姐夫都说 快去 铁哥的事得去快去 对啊 姐夫特别喜欢我 姐夫特别喜欢我 然后当时我就 我就说那好 我去接你 我就特意把他带着 然后在车上 我把那个他的那个碟 也放到我那车里了 当然音响也不错 车的音响 然后放 铁哥 高兴聊聊聊 我一放 我说姐你这歌 是什么时候唱的 哎呦 这谁啊 他故意 唱得真好 我说你听见了吗 就在后面 最后一座 最后一个座 那时候是三百座 那车是八座车 后来我说 你看就那小姑娘 他回头 哎呦唱得很好 你太有心了 我告诉你 大家是永远肯定的 对 肯定别人 他绝不去轻易地评论 我就从光老师这 我学到这一点 就永远给人一个肯定 哎呦唱得很好 很好 我说光老师 鼓励年轻人 对啊 就鼓励嘛 然后我说 你能让他跟你学吗 因为我知道 光老师很少收学生 是 好像在这之前 没有收过学生啊 对 特别忙 特别忙 后来姐 我特别感谢我姐夫 真的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 一个朋友 对 或者一个亲人 你根本不用跟他交流 你也不用说 就全明白 嗯 你还得说姐啊 你说不用 姐夫往那一坐 听我唱完 这晚上 吃饭的时候坐那 你想说的话 姐夫全说出来了 嗯 姐夫直接说的 哦 直接就说 行了 那个 就收他当学生吧 哦 我真没有想到 因为我和关老师 我们关系特别好 但是有的时候 你要尊重人 关老师 人家不什么的话 对吧 能见一下就很好了 但是我没有更多的要求 对 不能为难人家 姐夫直接 啪就到位了 哎呀 给我高兴 那天我喝了好多酒 嗯 因为我也算发现一个 好像春月的名字 都是姐夫给起的 是吧 给改的 改的 改的 所以姐夫真的 特别好 我真的在这感谢姐夫 真的谢谢 谢谢 这是一个好瞄子 这是好瞄子 我真 哎呀 你认识 关老师是大概什么年代啊 认识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应该是85年 86年 我慰问那次 嗯 下乡慰 然后我只要 我只要一见着关老师 我就基本上废了 嗯 就那时候也啊 现在还能驾驭点自己 那时候基本驾驭 就眼睛发直 我知道真的 一个一个粉丝是什么心理 嗯 为文在趣 啊 一唱歌我就 对 你就懵了 哎呀 就懵了 没有 真的 真的 不至于 今天呢 关老师和春月啊 来到这里呢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观众唱首歌呀 好 好不好 好 好 呀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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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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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还有一个是跟谁学 我告诉你 我到天津 看关老师的那个演唱会 我真正感受到了 一个人民歌唱家 人民歌唱家 对对对 是这样 所以啊 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呢 是一个大型感恩互动 其实春月站在这里呢 我就在想 如果你没有碰到了 秋歌老师的这样一个举荐 你可能还在原地 在努力唱歌 但是未见得会被那么多观众熟悉 未见得会有那么多机会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应该 所以王导应该给我一个机会 能跟秋歌老师 表示我的感谢 让秋歌老师至少说几句 对我知道这孩子是 刚才我听真的进步太大 对 他就怕说话 没事 有一次就会有两次 其实 他还获得了歌从黄河来 赢奖 那个歌从黄河来 那个电视赢奖 太棒了 其实要是说紧张吧 其实不紧张 因为秋歌老师 对我来说 就跟亲人一样 家人一样 老师更是这样子 我觉得秋歌老师 其实是改变了 我的人生轨迹 我想就是借这个机会 特别正经地 能跟老师 秋歌老师道个谢 谢谢秋歌老师 谢谢光老师 谢谢光老师 没有光老师 什么都是零 对对对 这就是缘分 特别感谢今天 我们两位老师来到这里 谢谢光老师 谢谢春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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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 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和秋歌见面 要不还见不着他呢 希望你保重 别喝大酒 我已经不喝酒来结 我给你向中日汇报 两年了 我一滴酒不喝 太好了 一言也基本上戒了 为了事业 为了身体健康 也不能喝大酒 再见 再见 光老师 再见春月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